如果你们现在连50万都拿不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段话 你们一定要认人听 一个人在赚大钱之前 一定要改掉这8个臭毛病 我发现你们身上就有 但凡你们学会了其中一条 听明白听懂了 超越你身边95%的身边的人 首先第一个 一定要改掉亲自干活的臭毛病 有的老板 就是什么都是能力很强 这个他厉害 那个他厉害 就抢分头 让他的员工觉得他就是项羽 那我们做老板要做项羽 还是要做刘邦 当然要做刘邦 而真正能赚到钱的老板是什么 比如说我认识的很多工厂的老板 小老板是一个老板 但是他工厂里面有几十个人 都在给他帮他赚钱 而他只要跑跑业务喝喝茶 是吧 就能顺便赚到钱 所以我们作为想赚大钱的老板 一定不要亲自去干活 很多事情都应该交给下面的人 第二个 一定要改掉 不会吹牛的臭毛病 你赚不到钱就是因为你们太老实了 很多人的第一桶金都是靠吹牛赚来的 因为他们让人向往 人因梦想而伟大 所以你就应该学会去吹牛 因为你吹着吹着 梦想就实现了 第三个 一定要改掉太要面子的臭毛病 我们2023年有句话叫做舔狗 是吧 如果说你们一个个都端着 根本没办法向上社交 什么叫向上社交 理不理在这四个字 向上社交就是要往更多的牛人身边靠近 如果你是端着的 不愿意跟他去聊天的 很冷漠的 而且很宅 活该你穷 第四个很重要 一定要改掉 容不下别人比你强的臭毛病 有些人 公司来了个厉害的人 然后干了件事出色了 你作为老板还不愿意去表扬他 总觉得好像抢你的分头 这就是容不下别人的老板 是做不成大老板的 老板的工作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 和培养人才 然后要下放权力 让他们帮你去完成 你没时间去完成的事 所以这个毛病一定要改掉 第五个成毛病 他也把自己当回事 这个毛病一定要改掉 有的人一个月赚个20万 赚个30万 一年赚个两三百万 觉得老子天下无敌了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你们能赚到的钱 就是靠运气和踩中的风口 所有靠运气和风口赚到的钱 都要靠什么赔出去 你们的孤傲 你们的骄傲 所以我们真正的想要赚到更多的钱 一定要善于去寻找下一段风口 和下一个红利 如果一个有钱人说 我有能力才赚到的钱 那肯定是个 Stupid 第六个 你一定要改掉不爱学习的丑毛病 咱们2023年 等干嘛 有疯狂的求资欲 我们说活到了学到老 是古人说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语道理 有的人是一次创业失败了 他就感觉怨天尤人 走向低谷的时候 他就感觉哪哪都不对 然后就放弃了学习 但是真正能赚到大钱的人 他们有这个公信 一次失败了 他就总结 他认为这次失败 是他最好的学习路径 这个叫什么 真正能赚钱的思维 要不断的去学习 第七个 一定要改掉 抠门的坏习惯 你就有 我们说 省钱穷塞蛋 抠门毁一切 越抠门的老板 越做不成大生意 一个舍不得分钱的老板 根本不叫老板 能够真正做大的 一定善于把钱分出去 特别是那些大老板 他们只占整个项目的零头 甚至更少 把更多的钱分给在做事的人 所以我们做老板 千万不能抠 第八个最重要 这个一定要改掉 给自己四个线能处毛病 这个毛病你有 是 是吧 觉得自己不能出镜 我让你做抖音不能出镜 我让他做直播 他觉得 在他们眼里 在你眼里 全都是困难 是吧 我们要做自己难 没做过的事 我们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 有四个字送给2023年的你们 不破不利 你一定要把自己不擅长的事 赶紧去做 因为你用老方法只能走到老路 用新方法就能走到新路 比如说我们的抖音直播 比如说我们的抖音短视频 对吗 你们以前不擅长 你们以前做生意的逻辑 在那个时间段赚到钱了 但是2023年开始 都在抖音上面了 你们应该用新思维 新方法 新路径 找到新的健康 学会了没有 2023年 祝你们远远远远